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耳元的特色治疗 悬尿面位 悬尿是离心沉淀尿中每高位置盐 大约等于三个红织胞 悬尿用之一个疾病的诺称 而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症状或者其中 它既可以有盛大疾病延期 也可以是某些内科疾病 外科疾病甚至全身性疾病的重要临床表层病 区分顺性悬尿和非顺性悬尿 对于盛大疾病的诊断和间接诊断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悬尿来源定位 顺性悬尿间别诊断 临床上一般以身穿死果点 所谓基标准进行确诊 但是这是一种轻触性检查方法 有一定的危险性 但是经过我愿 十多年的研究 拥用了飞进入性的超高倍 相差显微镜 云光显微镜 特定蛋白分析仪 流逝尿有性成分分析仪 采用了特殊的染色法 流逝细胞法 免疫荧光法 特定蛋白分析法 及相差显微镜 人工精简法 多方法联合检测方法 也是鉴定深性和非深性的学调 十分有效的方法 入行销 找到有效果 或者是在飞进行谈计划 我们下午不过 你应该是在飞进行谈计划 谢谢大家